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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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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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索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索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是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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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索盛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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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索盛盛盛 是索盛盛盛盛 是索盛盛盛盛 是索盛盛盛盛盛 是索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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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索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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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那个花不是单枝的小花 而是它已经放得很大 而且我自己也想出了 我的那个一笔一笔勾勒的方式 如何让我的那个钢笔画 透过一支钢笔 也可以把它的层次画出来 或者透过一支彩笔 可以把层次立体化 感觉显现出来 我想这个都是经过这个不断的练习 你会有自己的想法跟理念 当然也要感谢这个邀请我去各展的 这些老师们 还有对我很多指导的这些教授 艺术前辈 因为有大家不断的这样鼓励 我才能够继续画下去 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国立生活美学馆 因为从这里开始 我才开启了我画画的意念 那也今天又回到彰化生活美学馆来这里展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馆展跟馆内的所有的同仁 那另外的就是说 其实彰化生活美学馆就是在推广美学的生活 我希望所有的我们的朋友 如果今天看到我这个录影 你们随时到彰化生活美学馆来报名 他开了很多课程 可以让你的生活多彩多姿 滋养你的气质 提升我们的艺术水平 这次的作品我有大概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纯钢笔画 一个是钢笔画加有色铅笔 那么有一个小区块就是美学的呈现 也就是说多元化的作品的呈现 那这里面我想大家在看我的作品 你可以看我画的线条 第一个是看我钢笔的整个画的结构 是一笔就把它画出来 画钢笔画你不可能去涂抹 重新再画 那你一画下来以后 你就要定下来 这是大家第一个你可以去学习的 第二个你可以看我的一笔一画 那个素描 它其实是已经好多层次了 一开始就是用很淡的方式 去画这个线条 第二层再加上去 钢笔画你只有不断的加上去 没有减轻的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定力的自我训练 那如果你看我的那个有色铅笔画上去的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 其实我在比较重的颜色部分 都是有钢笔的痕迹 就是说我用钢笔做底 钢笔的线条做底 然后你再涂上那个颜色 你就会把深浅就出来了 第三个你要看的是我留空白的地方 我留白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也是像我们人生一样 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一点空间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除了这个钢笔画以外 另外一个小区块 你可能会看到我做的版画 或者是陶艺品 或者是其他的文创品 如果你像我这样 不断都想要学习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那个学习没那么困难 有的我还是只是做一次两次而已 所以大家要有勇气 拿起笔来就画 你们从欣赏我的画里面 学着回家拿起笔来就画 汪金珠这么忙都做得到 我怎么做不到呢 我一定做得到 就是这个理念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比如说这张作品 是先把这些结构画出来 再来 我现在会喜欢 把我想要比较凸显的位置 要是说有较重的色彩 在所在我会用线条先来勾勒 你来看我线条 要怎么来处理 这个地方我就是要画红色的 我要涂上那个红色的 我们红色的百合花 那个百合有红色的 还有一个是比较白一点的 那红色的部分 这个中间我会用线条先把它勾勒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上颜色的时候 这边颜色会比较重一点 看起来就有一个立体感 这个靠近中间的地方我就加一点线条 等一下我们要涂上红色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比较重一点 那看起来会有深浅不一样的层次 那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线条就比较重一点 然后叶子呢 因为百合的叶子是有一条一条的纹路 所以我们把那个纹路就勾勒出来 那现在我就要在这张百合的画作上 来上它的颜色 我的习惯是先把花先把它描绘出来 然后着色先着好 然后再上叶子 那你看一下我的叶子 叶子有的有线条 有的没有 没有的地方 就是我准备留百的地方 就是我准备留百的地方 因为你有留一个空间 你会觉得这个画作看起来比较清爽 这是我画作的一个习惯 好 现在这个百合花 中间这两有两朵花 我是灼上红色 那我会先从浅浅的开始 灼上这些花 我从浅色开始 先试着把它涂上一层 薄薄的红色 因为我们干笔画 是没有再修改的 那我上这个颜色 基本上我也是希望就不必修改 所以不必修改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可以先用淡淡的先让它铺上一层 然后要加重的时候 我们再把那个力道再多用一点 这样你的层次就分明出来了 那我先把这一朵花 先上一个淡淡的红色的色彩 那因为它的花瓣 在上面可能会吃到阳光 所以会比较淡一点 所以我就先保留一些不涂上颜色 那现在先保留一个白色的感觉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 这朵花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那这边是一个花瓣往外翻 所以我们就顺着那个往外翻的方向 这样涂上来 这样感觉那个花瓣是往外面翻过来的 那顺着它的花瓣的方向 好 这朵花瓣已经看到了 它已经样子出来的 那它 再把这个地方再塗一下 你就会更清楚了 那现在我把这个花加重一点 就是靠近这个花瓣新的地方 那我加重一点 然后往外面推 外面的是浅一点 密道小一点 那这个接的地方 你当然会有一些深度 或者有一些影子 所以你就立到深一点 那外面就再浅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 那靠近花瓣的地方 这一点 这个是外面的我们的浅一点 这边 这一点 然后这边这样 这个花瓣也是一样 交叉的地方 交叉的地方 我们会让它深一点 外面浅一点 那这一个花瓣 顺着它的纹路 还有它的形 它的那个开的方向 稍微有一点弧度的涂上颜色 那中间可以深一点点 其实这个像这个图案是我在指导身心障碍的日间照顾 那个智力比较障碍的孩子们 它们画的时候 我是用我这个图让它们先着色 以后 然后会着色以后才让它自己开始自己创作 所以这也是我一个教材 好 你看到这个花了 那我就先示范这个花 花的样子 那么这一朵也是一样 它 我们也给它红色的 这是开在后面的 所以我就用深一点 来表拿 让它两朵花会有一点不同 好 对这个层子 因为这朵花是在它的后面 那这朵花我想 这是另外一朵 它就是要保留它那个比较淡的白色 所以这个我们就暂时不画 好 那现在我们来画这个叶子 画这个叶子 那首先这个花梗我先给它上来 上去的这朵花 然后这个加一点 其实这个要加什么颜色 你自己自由就好 我一直认为说画画就是要自己快乐 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不必受到拘束 那个像叶子 我也不一定每一个叶子 都要很深 像这个叶子 我们也可以先用淡的 先涂抹一下 这外面会比较淡一点 里面比较深一点 接下来我就加深里面 接下来我就加深里面 好 这些一个叶子 那另外下面还有一个叶子 它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会把它的颜色 就整个加重 其实同一支笔 那你看同一支笔 它可以画出三种不同的深浅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我喜欢用一支笔 画一笔笔画 好 这个就给大家这样参考 所以我想画画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画画是天赋能力 只是你要不要去开发它 那我们常常就是说 不知道要如何去画 其实画没有什么好不好 你只要自己高兴 自己有信心 然后拿起笔来就画 你会发现到 你有意想不到的说过不会 好 你看得出来这幅画是什么吗 好 这个是笔商 我们说定拿灰 就是定拿灰 日记时代 跟我们在厕所 我们看到是说 餐 餐花盆 旁边要用这个定拿灰 来做一个像防火 那个防风铃 早期 我们的农村时代 是说 我们阿公阿嬷时代 处前处 用来做尼巴 就是这个定拿灰 所以定拿灰 也可以说是台湾的 一个很要紧的灰箭 我很爱画定拿灰 这定拿灰 其实没这么大理 我们其实围堵的所在 什么所在都可以 我最初就是说 在楼边看到的灰草 野花 野草 山顶散步的时候 去那里运动 看到那不错的灰草 我就把它打起来 打起来回来再来画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小花小草 但是小花小草 你来给它放大 你看看是很伟大 是不是非常伟大 所以人只要有一个信心 你就小事也变成一个很伟大的事业 好 你来看这张图 在那这个是红色的 有一点红色的 这个色不一样 这色我用不一样的色 就会画 其他这些 你看很多层次 你来看 由纤色和纤色的 层次就是一支变成 一支变成 开始 这个构图 就是刚才我给各位说的 先用钢笔 把这些变成都画掉 我把更新的地方 我的线条画得好 线条画得更长 我画的颜色就更长 所以就是用这样 你来看 这里还有钢笔的线条 这里都有钢笔的线条 这就是钢笔和有色铅笔合作的 这些颜色都是一支变成 就是这支变成 所以这是不是很趣的事情 今天你在这里看到 我在这里在录音 你回去 一支圆竹笔好 更变成好 抬起来 就把它画 尾得好 尾得好都没关系 如果你有趣 又用着色 拿一支变成 就把它画 着色的当中 你就能做修正 所以一支钢笔 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快乐的一天 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快乐的一天 我告诉他 这个 它的果实像蓝宝石 像蓝宝石的火炭母草 这张图 因为它的构图很特别 所以我用它做素材 在这张图 我的方式同样 我先构图 然后 把这些 比较图显的东西 就是用线条画出来 像这些图 你看到这些 比较大的 这些我都是先画线条 这些比较小的 我就不画线条 有的是 和这个 刷条就没有 这有 但这和这就没有 然后还有的 又留白 所以我想想 你整个看这个图画 你会觉得 看起来很精彩 很有色彩 而且又 有条 看起来 虽然很花花绿绿 但是不乱 那就是你要用你的颜色 来做一些调整 跟平衡感 那像这个叶子 很重 这一些果实 像蓝宝石的果实 也很重 但是我其他的部分 还有这个也算是重的 这是枯叶 这是他的树干 但是在那个树干 中间你要保留一些 那个阳光照到的感觉 所以你就归这些的这个树叶 这个树干 好像也很重 重里面有青 它就是一个平衡感 那叶子也是一样 那我现在说明一下 这个叶子这么重 整个看起来会很乱 刚才画起来你会觉得很乱 但是我用这一些 来做它的平衡 所以我把这一些其他的叶子 就画得很淡 像这个比较淡的 有一点草绿色的 或者比较淡的 加有一点黄的颜色 这个绿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我画两层 那这个颜色就是用这一支 用这支 这个黄色就是用这一支 另外保留一些空白 让它可以呼吸 在空白就是让它呼吸的地方 它全部画起来的时候 还是觉得有点乱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 做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是一支非常重的 所以一支比较重的笔 是这一支 是这一支 这个底色是我用的比较 用比较浓的力道 而画起来的底色 因为它浓 所以把这些基础的部分 都给它凸显出来 都立体化 你有感觉吗 这些药和这些果实 叶子 这些都跳出来 你要让它立体化 我就是把它的底色 让它沉下去 那沉下去以后 你会发现到 有时候你在画的当中 你偶而会去打到 或者是去忽然间 去画到 你不想要画 你要留白的地方 像这两个叶子 我原来这个是要留白的 没有这个叶子 但是因为这个画大了 我就干脆让它左颜色 我又加一笔 空白的叶子在这里 所以你在画底色的时候 其实你一方面 也要调整它的曲线 如果你觉得它的曲线不够好 我在画底色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的曲线 特别再描绘出来 所以底色也很有趣 你画它底色 你可以把你原来的这个结构 不太平衡的地方 可以把它做调整 然后像这个地方 你觉得好像不是 你本来要用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调整 你就可以对自己 培养一个危机处理的方法 那我在画这些钢笔画 其实钢笔画 它是没有办法改的 你只要画上去 你不可能像铅笔画一样 用那个橡皮擦把它涂掉 但是我一直强调 其实我们可以 用这样来训练你的定力 就说今天这样画 好像有一点歪了 歪了没关系 你转一个弯再绕过来 它又是一个很有曲线的感觉 那你可以培养你的那个定力 然后你完成一幅画以后 你会觉得很有自信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天赋给我们的能力 你只是要不要 你要不要去使用 你只要愿意拿起笔来 你画的 你就是一个美学生活的艺术家 这是我用那个树枝板刻的 张华城南门 张华城南门 张华城就是南门这个所在 因为我们张华要建权 差不多要300年了 我们以前有冬山南门 但是都已经都没看到那个形象 我们在商品面上也流很多 南门的形象就是流这种商品 所以我是用商品来客 还有一个丹门 所以仅仅我们的印象中 我们只有这个小小小的东西 不过这个 我是怎么要去这个南门 因为南门是以前 由南部要出来的 我们百部要经过中国 一定要经过南门 所以这个南门是一个 很重要的出入口 所以我把它用数字板 开起来 这次原来 在我们的电缆柳 因为主要是要点钢皮画 我们的版画 我将时就是点几张画而已 像这个就是 这个版画 就是 我展望自己印的 这是 却后我又自己印的 所以 印起来的 印起来的版画 和 这是点刀的 点刀头的 点刀头的 你要去一下 这就是原版 原版 却后印出来就是 点刀 方向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不像一个处理的事情 虽然我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种处理 提供大家 可以 研究 和合适 我当手 这张 就是原版 我夾的 数字板 的版画 这张 就是印出来的版画 你看看 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更处于 所以 不管是处理的 或是处理的 或是处理的 都是一种处理的 事情 如果想让我相信 我们的生活美学馆 都有在夹 这次展览的主题 主要是说 我的美学生活 所以在了 有 作品更多 量更多 钢皮画以外 我有点几条版画 还是说 我怎么处理 去做的 头衣品 这是 在竹南蛇药 在这里 自己处理的 用索捏的 头 所以 我是要做 鼻筒 就是要放 这个 我画的 就是要放 这些画笔 有色铅笔 现实给大家看 说 我的刀 是用 钢皮 和画笔 背出来 这是鼻筒 当然 还有 做整个 背 都是柴烧的小杯子 柴烧的小杯子 柴烧的小杯子 这小杯子 这是有上釉 这没有上釉 这两行的柴烧 又是电烧 电烧窑 这样 我也在小杯子面前 有一些豆 这是两只小鱼 我感觉每一项 学习都是一个快乐的事 你只要外年 你每天去学一项 每天都会得到一个 新奇的快乐 我再告诉大家 说 其实 我用的时间都很短 比如说 我一天用的时间 到底有多久 其实很久 比如说 我们可以用零碎的时间 去学习 去学习 大花 然后开始 画线条 我一天用的时间 像说 这点其实是三天就学习 农众也用多久的时间 十四点钟 一天 兼金才 用几点钟 我在这里 想向各位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零碎的时间 去找一个有兴趣的事情去做 然后你在零碎的时间 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 你就会得到很小的快乐 这个快乐会让你生活 每天累积起来非常多彩 非常精彩 而且丰富 也会让你觉得 生活 生命 有意义 这是要往厕所的 一个很小很小的走道 但因为家里东西很多 所以我们就去超市 买两个大概两三千块的 这些书架 然后在书架上面 你可以把你想要的 喜欢看的书 就放在上面 有一些可能小礼物 小东西 你本来不知道摆哪里的 你就可以适度的把它摆在这里 有时候还可以在这里欣赏一下 还不错 那如果有客人来要想到化妆室 经过这里 他也觉得你这里还蛮有艺术气质的 所以我想 什么叫做美学生活 什么生活 让你觉得很休闲 很舒适 很有美感 我想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虽然这个处境很小 我们不是大豪宅 我们也没有奢法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求什么享受 但是我们把家里布置的整齐 或是家里布置的 很有那种艺术的美感 我想你日子会过得很快 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 就是美学生活 美学生活 要为生活开始 你自己看这个区块 看起来 好像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 它里面就是 杂物很多 两个大水缸 这两个就是 放在那里面也有很多 很乱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家里 我们穿帘 不用的穿帘 像这个以前用的不用的布 然后有一些旧的椅子 桌子 那你利用这些布 或者是桌巾把它铺上以后 那么人家送你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样的纪念品 或者是艺术品 你可以就放在 这一个布的上面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艺术的摆饰 其实 有但是你去看人家的摆饰 也是这样摆而已 人家的摆饰 也是挑战 做得很皱很皱 然后上面摆一些艺术品 我们的家里 如果要乱 但是乱中有序 那你看起来很有美感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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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